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又加了一个国家 它又加了一个新的飞弹 AARGM-ER这样的一个飞弹 这个飞弹叫做先进反辐射的飞弹增程型系统 这样的一个飞弹 稍后我们来跟大家讲说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主要是一个对空压制防守的作用 这样子那么多飞弹都绕着中国大陆这边在摆放 是不是美国很害怕呢 因为看到中国大陆不断的在亮相新的导弹 或是我们看到上周的这个洲际飞弹 是不是都对于美国造成了一些威慑力呢 东风2号的这个弹道导弹 在这个西宫大的长安校区的户外 这个展示出来 那它这个手型弹道飞弹长21.3米 直径1.65米 那看到其实中国大陆的火箭军 最近动作也是不断 国防部就有提到说现在保持提高这个高度警觉 因为陆续有争获中国大陆火箭军跟陆军远程的火箭部队 在内蒙啊甘肃青海新疆这些地方进行了多颇的这种试射 那所以他们就觉得说现在感觉好像的确不太平静 这个不断的有一些试射的动作 还有这个解放军的ZTZ99主力战车护体升级 搭载了最新主动的防御系统 那这样的一个战车升级版呢 他们说其实呢还可以包含两具再填装的双联装 双联装的这个拦截弹发射器 还有四具火控雷达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个AARGMER这样子的一个飞弹呢 其实是美国打算要卖给这个澳洲 那他说是防空压制的一个作用 那这个AARGM我查了一下 他的其实射程大概是190到220左右 所以他其实大概也是主要是在这个菲律宾这个周遭啦 他也没有办法直接对准中国大陆这样子的一个距离 那可能就是这边也有部署 这边这两个日本跟菲律宾是对着中国大陆 所以美国现在好像在这个低岛链整体来说的话 处处要放一些这个飞弹 让他自己比较安心一点吧 替他这个保卫他这个美国本土 那还有我们看看 这个斯图尔特号巡防舰 今年也是第五度要来部署印太 这是澳洲海军的巡防舰 他们现在也好像接到这个任务啦 所以要参与这个印太的一些联合演习 那说要访问一些伙伴国家 欧洲的智库就提到了 说现在这个解放军如果 就来来到台湾的话 欧盟制裁会用快狠准的方式来做一些回应 那为什么澳洲也跟着 好像一直在这样子的一个 这种好像第一岛链跟着一直起舞呢 王英贤讲 他讲说我们现在就是就南海跟台海的和平稳定 会来敦促中方 那其实中国大陆跟澳洲也才进行过一个军事的对话 所以现在澳洲可能要呈现一种 尽量两边不得罪 就是我还是配合你军演 但是我跟中方还是保有一个沟通的管道 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巴基斯坦 就中巴联合研制了骁龙战斗机 现在这也是等于说 这个巴基斯坦史上最大的一个军售订单 那亚赛拜疆的这个总统还亲自这个登机点赞 所以看得出来中国大陆的一些这个等于说战机啊 陆陆续续的开拓市场 往这个东南亚或者是往这个中东地方 都持续在扩展当中 那中俄的这个海警编队 在北太平洋的公海开始检查一些作业船只 所以中国大陆的武力动作 也是不断在跟这个美方在做一些回应 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海警局 他讲说他们的任务呢 是依法对作业船只来进行检查 因为中俄联合巡航地点 其实靠近北极的航道啊 北极航道还有附近的商船 渔船比较少 所以这航道周边的各国的军舰潜艇 比较多存在这个安全上面的一些风险啊 安全的这个字好像不对 安全风险 然后还有这个 所以他们摘除泡衣其实更方便启动 大陆的海洋科学研究院的副所长呢 他就讲到说 这也代表说中俄的海警啊 现在已经有共同维护海上 这样子公共秩序的一个力量跟决心了 所以不但是这个军事上面 中俄走在一起啊 连海警编队 其实他们现在都有一起行动的 这样的一个规划 再来我们看一下南海的升级 现在这个美国呢 他们一直在讲说 啊动不动很多国家一直在这边经过 就讲说这是航行自由啊 可是董军就不接受这种讲法 他是说有一些大国不断在加强 南海的军事部署啊 特别是加强海上力量的存在 这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南海感知战略呢 泰式感知计划 他们讲到说 美国持续在中国大陆我们家门口 你们一直在做一些军事活动啊 包含了前线存在啊 战略巡逻啊 演习啊 战场 嘿 你能够接受别人换个角度 来你家这样做这些事情吗 所以哦 有些国家是没有签署 联合国海洋法的公约 也没有得到任何国际组织的授权 啊你就去歪曲 滥用这个公约 你闯到了别人家 但是还要要求 巫主是不能采取行动 那岂不是很荒唐吗 就是你美国 你自己会接受这种事情吗 那菲律宾的外长 反正现在就是跟着美国一起讲 就说啊 不接受南海描述为 大国角逐舞台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再来 南海的情势 现在其实周边国家 好像更多的是在观望 特别是像新加坡 他就觉得 这个倡议全球第三国家 采取积极行动 促使大国之间 在可控的范围来展开合作 那这可能这番话 也是说给菲律宾听的 就不要一直跟着美国 当美国的这个马前卒了 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下亮哥 亮哥怎么看 我这个嘴巴还没什么用啊 这个最后都是实力决定的啦 就好比大陆不是刚设了 那个东风31AG吗 那他的用意何在 他的用意就是要跟美国讲说 你弄菲律宾弄台湾 如果发生了战争 你不要以为你躲得掉啊 所以这个是实力决定 因为美国本来想说 台海如果发生战争 那刚好你们让你们两方都耗损一点嘛 那站在美国的大角度对他有力啊 那如果我现在告诉你 你如果让台海发生战争 我就直接可以打到美国本土 你跑不掉了啦 那美国就要重新计算嘛 就这个博弈的逻辑就会被改变嘛 所以我觉得现在你看到了很多东西啊 都是在博弈啊 那最后都是实力决定的啦 比如说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为什么飞进来不可 因为澳大利亚跟美国有共同防御条约 他有义务啊 因为美国会跟他讲啊 我现在在第一岛链跟中国大陆在较劲啊 你要来一下 这个叫做盟友的义务啊 所以到时候你南太平洋 我美国才要来帮你忙啊 所以我觉得这种基于 共同防御条约或者是多边的 比如说北约 为什么德国要来一下 为什么荷兰要来一下 不得已就是了 那个都是义务啊 所以你说澳大利亚单独他会不会这样干 百分之一万不会这样干嘛 可是就是因为他跟美国有共同防御条约 那北约比如说德国为什么要来 德国也很不想来啊 可是美国 那我为什么要在北大西洋帮你啊 还有我的情报 为什么要分享给你啊 美国对德国筹码很多啦 比如说你那个美格尔 让叙利亚一百万个难民进来 里面有没有恐怖分子啊 谁帮你查啊 都是美国在帮你查啊 所以我的意思说为什么呢 你常会看到一些 事实上真正的原因就都是美国啦 所以你不要看那表面上 好像这些国家都在进来 那他们国家好像都跟中国关系不好 其实不是这样 是因为中国没有跟任何人结盟嘛 那有很多国家要考虑跟美国结盟 必要表现的义务啊 不然你凭什么 你的地盘凭什么叫美国帮忙 是这种关系啦 那这种关系 目前中国大陆没辙啊 谁叫你不去跟人家搞朋友 对不对 那可是中国大陆就开始展现他的实力啊 就说我有这种武器哦 我开始布这种局哦 那你如果要跟着美国这样玩那你 你这个想清楚吧 想清楚吧 我觉得大概就只能够这样玩 因为这个很明显是一个 表面上看似中美在博弈 可是美国有54个盟邦啊 你中国是零耶 那这个零是你自己选择的啊 因为你不结盟国家嘛 对不对 比如说你中国大陆 为什么那个北韩看起来也是跟俄罗斯比较好 俄罗斯是有盟邦的啊 中国是没有的啊 那中国大陆这个有好有坏嘛 就你要结盟 就会少掉了一些自由的选择嘛 这也是事实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在看亚洲 好像很多国家都参与了博弈啊 你不要以为他们是真心要跟中国打啦 没这种事啦 只要中国没有跟美国打他们都不会进来啦 基本上逻辑就是这样啦 所以中国大陆当然很清楚 所以他都只针对美国 他没有在针对别国的啦 比如说菲律宾 菲律宾 你那个低风还要放是不是 那我就让你知道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嘛 所以很可能就 那个菲律宾的上空就一天到晚都有中国的无人机啊 一大堆侦察机啊等等等 那就看你要不要付这个代价嘛 可是他当然知道 低风就是美国人要摆的嘛 那日本也是一样啊 日本现在也还没有答应要让他摆啊 那中国大陆就是要秀 你日本如果要让美国摆那个低风 那你就要付代价嘛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最后就是实力决定 好来请教杰老师 其实你可以看出来 现在美国整个他的全球战略改变啊 是很大的 那在东亚地区啊 他推了一个所谓的印太地区 这个其实是把印度也要拉到这个 其实东亚地区来 目标就是针对中国大陆 那我觉得这个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已经很清楚了 美国现在战略上就是要把东海 台海南海都变成新的火药库 也就是不断把这些新的军火跟武器 往这个地方 往这个地方怎么样 部署 然后呢 把这边的尤其美方所主导的军事行动 不断地往上提升 我觉得已经到了一种 那种疯狂的地步了 那个天气好的时候 那种海军上的那个操演 几乎是一个礼拜两三次 然后都喜欢搞各国联合 要不然就是什么美 印 澳 日什么 又什么印 日什么 几乎你看我们在这个节目上 每个礼拜都有啊 没有一天 没有一个礼拜是安宁的 这过去都没有了 过去说实话相对的话 说实话我们这个东亚是比较平静的 因为我们这边的基本儒家文化圈 是不太喜欢搞这些军事 这是很野蛮的 这是很原始的一个做法 可是美国的文明 它基本上就是喜欢到处去怎么样 去把人家推到战争的边缘 而且它都像打这种什么代理人战争 那说穿了什么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第三岛链 我们台湾还有很多人说 我们台湾很了不起 我们在人家第一岛链 我们战略位置多重要多重要 其实你就是负责替美国看门而已 然后必要的时候你要上去咬人了 那为了什么 为了美国 什么重要 真的是很不幸的在美国所谓第一岛链上 被美国一直在左右我们的命运 那美国现在这个事实上你可以看出来 我刚刚讲就是东海的话 那就是把日本 过去日本的这个不能够发展中程导弹 日本的导弹事实上能够打300公里 400公里 这种所谓的暗机的防卫型的 对空对海 就差不多了 可是美国就是拜登上台以后 一下把它开放到1300到1800公里 战武飞弹 可是美国看日本还是看得蛮严的 本来日本说我们来一起研发 美国说不行 你只能买我的 就是用我的战斧飞弹 然后这个堤峰式发射系统 所以当然它到处设置 然后要把这些 日本人也很坏 日本人也是都为了自己 希望把这些都放在哪里了 都放在它所谓西南珠岛 都是哪里 都放到琉球群岛 然后让琉球成为被打击目标 而日本的本岛尽量怎么样 能够避过第一战 你看韩国 尹熙岳 一定要把美国 希望把核武器都要布置到朝鲜半岛 美国也不断的在诱使它 给予尹熙岳很多机 这种的台海 南海 所以事实上美国的战略 就是非常清楚了 就是把台海 东海 南海 都搞成火药库 然后把它军事情势 不断的往上升 中国大陆的目标跟俄罗斯 其实要对美国采取这种攻势 你可以看出来 它很多的重点 像放在白令海 避开你这个岛链 直接对美国的本土进行威胁 所以这是大战略 现在可以说 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楚 好 来请教赖老师 提风系统基本上是 由两个武器系统构成 一个是防空的标六型的系统 它的作战半径在450公里左右 所以对于这个区域的飞行器 或是导弹 它有拦截的一个功能 另外一个就是战斧巡异导弹 打1600公里 一般来讲 中程的这种导弹 我们通常会把它视同为核弹 不会把它认为是常规的弹头 因为它的造价贵 所以你要打1600公里 你用常规的弹头 打一个足球掌 这么大的一个坑洞 这个意义不大 所以一般来讲 都会视同为 你装的是战术的 或是战略的核弹头 因此通常一个国家 它发射中程导弹的时候 另外有一个核大国的话 它的反制是马上第一时间 就采用核弹来反制 中国大陆这一次 就针对美国在菲律宾 所部署的提风系统 进行了东风31 这个AG的一个发射 这个就告诉你 美国跟相关的国家 也就是当它侦测到 你发射中程导弹的时候 它第一时间 就会采用洲际的弹道导弹 但是这还是以陆基为基础的 但是中国大陆已经建构 有三位一体的核打机 也就是目前来讲是轰6K 作为空中对地的核打机能力 但是很有可能在珠海航展 这个轰20的这种隐身的战机 可能就会出现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那也就是 这个战略的核潜舰 战略的核潜舰 目前可以用巨浪2 巨浪3来作为这个核打机 那么第三个当然就是激动的 跟这个警射的 这种地对地的核打机 那大陆目前来讲 它展示的就是直接告诉你 美国说你今天在菲律宾也好 在日本也好 你部署了这些导弹 我就视同于对我的核威责 因此我会在第一时间 毫不迟疑的采用这种核反击的方式来对你 这个当然对美国有很大的震慑力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告诉相关的国家 就是说我本来 中国大陆的核战略 是对于没有核武的国家 不使用核武 但是由于你菲律宾 或是日本 或是未来的澳大利亚 你只要部署美国的这个导弹 美国是核大国 所以你部署这个导弹 等于是相当来讲 你就是具核武的拥有国 所以大陆也会在第一时间 对以部署提风系统的国家 进行核打击的能力 我想这个就提醒你 日本菲律宾 你好好想清楚 你要不要玩这个游戏 那中国是核大国 谁晓得中国大陆的核弹 有多少数量 通常都是根据载具有多少 导弹弹头的数量 就至少要有多少 我想这个部分是非常明确的 美国 日本 菲律宾 或是未来的澳大利亚 都想清楚自己要不要这么做 我觉得董军就告诉美国 你先签了联合国的海洋工业再说 你没有签 你就闭上你的嘴 停止你的行动 等你签了再说话吧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好 马上来关注一下 现在以离目前的情况 以色列疯狂空袭 单日已经造成了 105死 359伤 他在过去24小时之内 让黎巴尼遭受了 216次的空袭 这密度之高 所以也造成非常严重的伤亡 现在包含了 这个真主党领袖 死后两天又有高层 遭到击杀 很多报道都在讲说 是不是真主党的高层 几乎都已经所剩不多 因为都一波又一波的袭击 以色列也是持续在轰炸当中 不论是真主党高层 或者是平民 死伤都非常的严重 他们也宣布了 说28号的时候 已经击杀了真主党 中央委员会的高层 高阶成员 他这是预防安全部队的指挥官 卡奥克 他们这几分钟之内就狂丢了80个炸弹 来歼灭真主党 以色列的战机挂弹升空的画面也曝光了 以色列的官员就透露说 以色列他在几分钟之内 投下这80枚的炸弹 他们公开了这样的画面 以色列的战机至少就携带了15枚2000磅俗称为碉堡克星的炸弹 那也在这个画面当中显示出来 那美国媒体也说 现在种种迹象显示 可能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的地面行动已经是开始了 那这是美国的两名官员所透露了 说现在以色列进入到黎巴嫩 摧毁了真主党据点的小规模 这种军事行动 也包含了边境行动 已经是开始 或者是即将开始 那目的就是为了要消灭真主党 在以色列边境这边的据点 以色列坦克呢 也已经在这个边境集结 准备要展开地面战了 那到底这个美国对于以色列劝不劝的动呢 人家讲说好像管不太动哦 黎巴嫩伊朗现在在哀悼 这个纳斯 纳斯鲁拉 他这样子的一个死讯哦 那甚至还抨击说 美国是不是还是要持续偏袒以色列呢 以色列空袭真主党的领袖哦 也没有通知美国 所以拜登现在看起来很生气 对于纳坦雅胡 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深 拜登呼吁要赶紧提火 也表示说支持以色列是自我防卫 可是他的自我防卫 是不是已经有点超过了 感觉上面好像快要一发不可收拾了 因为他这样一波又一波的轰炸 真的已经是让这个黎巴嫩也好 或是中东的一些支持他的 比方像伊朗什么都已经看不下去了 那所以也导致美国已经卷禁了 这一场战争当中 那我们看还有很多的半岛电视台啊 什么的都有报道 就讲说你美国就是你这种不作为 或者是说你一直在提供这种相关的武器啊 那其实你这就是在鼓励以色列来袭击黎巴嫩哦 你这样子一直提供坚定的外交军事支持 根本你就是一个幕后的黑手把这一个黎巴嫩推向深渊啊 那还有华尤也忍不住要骂了哦 讲说以色列现在是不是存在一种幻想 就是觉得自己展现强大军力哦 要获得彻底胜利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现在看起来的情况跟这个1982年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时候是一样的 以色列是很强大的这个军力哦 掩盖他们战事物上战略上面的一个弱点 所以他们觉得说要获得战全面的彻底的设立 这是一种幻想 以色列却是一错再错 但是拜登政府却一直试图在寻找退路 但是呢显然显现出来美国是无力阻止的 苍白无力啊 那再来以色列的四面开战啊 我们看以色列在这个位置哦 他现在四面开战 又对黎巴嫩又对加萨 又对这个叶门 也对这个伊拉克 那我们看看他这边的一些相关报道 他对于黎巴嫩的一些军事封锁 也禁止伊朗或者是这个叙利亚的武器增援 所以他也有对于这个叙利亚的边境这边 有一些轰炸的动作 然后阻止这个外面的装备进入到黎巴嫩 那还有对于叶门的这个青年运动的 这边也有一些袭击啊 9月29号的时候进行大规模的这个空中袭击 那我们看看这个美国媒体就讲说 以色列要求美国阻止伊朗对于以色列发动暴富袭击 你可以去暴富别人 然后但是说 你美国要去替我阻挡住伊朗哦 那五角大厦发言人就是也讲说 转述啊奥斯汀表示 美国仍然会继续保护美国在该地区的部队 然后也来继续保卫以色列 所以才让这个问题僵在那边 因为中东觉得你美国说到底 讲那么多漂亮话 你最终还是站在以色列那边 所以现在美国自己双航母又再开去到了中东这边 一方面就是要增派部队啊维稳哦 那所以他们说 未来几天也会增加空中的这个支援军力 现在目前林肯浩也是在这个地方 那乙军对于真主党还有胡塞武装同时发动袭击 拜登讲说 真的要避免中东爆发全面的战争 讲有用吗 真的能够停得住吗 我们来问一下亮哥 其实没有人认为美国是真的要来触谈的啦 这个大概只有台湾的报纸这样相信吧 我跟你讲这个 真主党自从2006年以色列没有打赢啊 事实上我今天也看到一些媒体都已经写出来了 为什么这次那个纳斯拉勒一下就被盯上了 就是8200部队他去跟踪了更多人 那就发现有很多人都要去一个地下室去开会 然后他朝那个地下室炸了80颗炸弹 把四栋大楼全部都炸毁 他就死在那个地下室 这是叫往10里打 是啊 80颗炸弹 然后四栋楼全毁 你看死多少人 他是这样成功的 那你说这个美国知不知道 百分之百知道 8200部队在做更多的勤收 人肉搜索 希望能够找到 那个纳斯拉勒 然后把他暗杀 这个美国知不知道 百分之百支持啦 我跟你讲 纳斯拉勒这是第三次被暗杀 美国从头到尾都是支持的 所以对以色列事实上已经打到贝鲁特 黎巴嫩已经打得很深啊 不是只有打黎南 在打首都 美国有讲这个话吗 美国有说 你不能打贝鲁特 你有看过美国讲这个话吗 没有啊 因为黎巴嫩珍珠党 是美国表列的恐怖组织啊 所以你打越死越好啊 只是打到不要让那个黎巴嫩政府 很难做人这样啊 因为黎巴嫩国防军都还没有出来啊 而且我们讲一句大白话 请问这个黎巴嫩周边的国家 中东国家 有哪一个制裁以色列 也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我坦白讲 他们心里面 信不信仰以色列打黎巴嫩珍珠党 我觉得搞不好希望 就你不要以为他们是支持黎巴嫩珍珠党 不一定啊 他们是支持黎巴嫩老百姓 支持巴勒斯坦的老百姓 他们不一定支持哈马斯 也不一定支持黎巴嫩珍珠党 所以我觉得这个战争 为什么会有点复杂就在这里 不然怎么会这样的 那个中东的国家 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 在经济上制裁以色列 完全没有啊 所以我有时候看这个局 我就说啊 其实是阿拉伯人啊 或者是包括穆斯林啊 你自己 有没有内部在处理这个问题啊 你自己处理的就相当的糟糕吧 不然为什么那些有钱的国家 不去制裁以色列 我们就讲 沙地阿拉伯跟阿联酋啊 有吗 埃及就在 加沙隔壁耶 埃及有制裁以色列吗 没有啊 都没有啊 好 来请教杰老师 现在以色列打这个叙利亚 真主党的模式有点像 就是说11个月前开始打这个 这个哈马斯的模式一样 它先是这个空军啊 用这个空中的攻击啊 然后大概炸的差不多的时候 然后它就地面部队再进去 那现在它这个轰炸的情况 已经相当相当的激烈了 而且它也是一样 就是无差别攻击 而且都是精准炸弹 一个炸弹炸下去的话 整个建筑都没有 可能里面有两三个 或三五个 真主党吧 其他就平民老百姓啊 他不管啊 因为他过去在打 这个加沙佐郎 这个哈马斯的时候 就用这种方法打 国际社会能奈他何 他不照用这个方法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这个都是 都是等于说为了他的地面部队 进去扫荡啊 他目前先做的一些怎么样 前置作业啊 那看美国 美国也挡不住啊 美国也挡不住啊 因为现在拜登说实话 已经可以说某种程度的话 他也大权旁落了 他采取大动作的这种可能性 也不多了 对 那而且在这个关键时刻啊 以色列是不是能够反过头来 影响美国犹太人的选票 这个啊 拜登他也要做一个很好的评估 所以可能就是说 整个时机就这个 内坦雅胡 以色列的角度来看 真的是时机非常好 那要借这个机会 把这个郑主党啊 不给你打个半残啊 也要打个四分之一残 因为国际社会没有 不会有动静 然后照样的打法 而且收效 那你看他其实就是说 纳斯拉勒 其实老早就被盯上 最后是内坦雅胡批准 说打 所以就把他消灭掉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在军事 在情报各方面的准备 以色列都是存在凶了 只是要找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客观环境 那么好 然后好的机会 他能够出手 因为真正来讲的话 真正以色列国防的 心腹大患 最直接的就是郑主党 那个有四五万部队 而且就在他北部 而且那个其他的这些 不管是你是这些导弹 或者巡弋飞弹 或者火箭弹 或者这些火炮 那都是远高于 以色列其他的敌人 对 那现在埃及跟以色列 和解了 对不对 然后撒尔地阿拉伯也从来没有把以色列为敌 然后也门一千多公里以外 然后伊朗很强 也是一千多公里以外 所以真正以色列 真正他的心目中的一个国防的一个 如刺一样 插在他的这个 这个脸上 就是郑主党 所以我觉得以色列也蛮厉害的 等到这个时机 那就是基本上 我看是地面部队进去 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好 来请教赖老师 以色列目前是蹭蹭追击 它的战术是成功的 而且很有效果 它已经成功地把哈马斯的武力 这个削弱了很大一部分 然后它现在也成功地 把真主党的这个武装力量 也做了很大规模的一个削弱 这个对于它来讲 它的战术是成功 那伊朗目前由于衰弱 自身难保 国内的反对势力也蠢蠢欲动 因为伊朗的经济的情况 非常的不理想 恶化 所以对伊朗来说 它要尽快地来解除 它的经济制裁 尤其是美国对它的经济制裁 让它的石油能够卖得出去 那如果说它没有赶上 这个好的时机 未来的石油 可能没办法卖得好价钱 对伊朗来讲 它的经济问题不能够解决 所以目前来说 整个反以色列的最强大的 也就是什叶派的体系来说 唯一还有战斗力的 指向燕门的福塞组织 那伊朗目前扮演的角色就是 已经创造一个空间给俄罗斯 如果俄罗斯它愿意提供 给更精锐的导弹 给福塞组织 去攻打美国 英国 以色列 在红海的船只的话 那这个对俄罗斯来讲 就提供了一个空间 可以让它跟北约的美国 在这个乌克兰谈判的 一个条件跟空间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我们要观察的是 俄罗斯跟燕门之间的动作 但是在中东这个地区里面 以目前以色列 趁胜追击打的顺手的情形 它的战术虽然成功 可是我们要问的是 它的战略呢 那也就是说它到底是要拿下多少土地 那如果它要拿下整个离南 就是我们讲的戈兰高地 以西这个水平线 这块地区来保障 以色列北部的安全的话 那以色列势必把地面部队 要进入离南这个地方 一旦进入的时候 就是侵犯了一个国家的主权了 那未来这个交战跟这个控制区 将会对以色列来讲是一个挑战 对美国的挑战就更大了 因为美国目前采用的 两副面孔的一个手法 在国际之间被看得越来越明白 一方面嘴巴讲说停火直战 但是二方面它不断地拱火以色列 让以色列更肆无忌惮地 去打这个黎巴嫩的南部的真主党 我觉得以目前这样的 美国的一个情况使美国在国际间 它的这个信誉信用一直在往下降 在中东地区的国家 对于美国的不信任的程度一直在上升 这样的一个方式推广 会使整个大中东地区 这些穆斯林世界 他们会思考更深的问题就是 他们未来 未来他们该怎么走 所以我觉得他们跟大陆合作的空间会越来越大 然后他们本身如果再经过20年以后 例如说像沙特阿拉伯等体系 阿拉伯世界 它的工业基础越来越强大 逊尼派的能量越来越强 什叶派也在拉起来 20年后美国的衰弱 中国的崛起 那请问以色列它的战略该怎么办 周边的国家如果越来越强大 而以色列不能保持绝对的优势跟领先的话 以色列的处境反而会更加的艰难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好 马上插播最新消息 因为现在大家都感受到台风带来的风雨 山陀尔台风其实在花莲县这边 已经感受到明显的这样的雨势 很多的观测站现在累积的雨量 已经超过了100毫米 所以花莲县政府表示 从今天晚上的6点钟开始 花莲全县停止上班 停止上课 也提醒乡亲 非必要不要外出 要注意自己房台居家的安全 另外大家很关心 这个北北基陶到底放不放假 会在今天晚间的8点钟来同步做宣布 那现在目前气象署也示警说 山陀尔台风 它的速度是非常的缓慢的 恐怕在今明两天都会持续影响台湾 也不排除会增强为强台 所以也提醒大家要做好 这个房台的相关准备工作 好 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同样 这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 就是A股 已经持续很多天了 这个狂涨了 那今天的这个微博热搜也是这样子不断的更新 我们刚刚在这个广告之前抓了一个最新的版本 目前的第一名热搜十条 A股风牛 就已经是到了牛市的这个情形 而且还有A股大涨很多的股民 因为不是马上11了吗 他就干脆原本的机票直接升等 因为赚到钱了 那还有00后90后的投资者 现在大举入市 那成交额还破了两兆元人民币 非常的多 那甚至还有这一段画面 这一段画面我们是不是有画面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画面 A股大涨其实在上海的马路 股市沙龙人气非常的旺 你看到哇 在这边这个 他们这条路上面 位于上海广东路跟西藏中路的交叉口 很多股民聚集在这边 大家在讨论股市名牌 拿一只股比较会涨 大家在这边甚至还拿起本子 讨论起来 这真的是很 这个想不到 现在很线上作业的中国大陆 竟然出现这样一个线下的群聚 因为A股的飙涨 所以很奥妙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百度的热搜 他们讲说这个互指占上了3200点 创下了一年的新高 那我刚刚还看到一个最新消息 是他五天涨了20% 就是重新占回了3300点 所以还不止3200 那35分钟A股刷新了 历史上最快这个破照的这个记录 那现在目前A股暴涨 看到了几个包含了这个上证指数呢 其实也涨了这个涨到136点 成交额到了5500多亿元 这个升成值呢 最新报价10154点 也是涨了640点 那这个互升300指数呢 同样也是飙涨了 所以整体来说整个大陆的股市 突然牛市就到了 A股太火呢 甚至还有人赶快去解那个存款 哎呦赶快哦 这个大笔的存单转让潮啊 已经掀起来 这个大家赶快解单 要去进入到股市里面 有人在讲说啊 这个陆股狂飙已经进入到了 五则天首寡阶段 什么叫做五则天首寡 就是已经失去理智了 大家已经赶快都是 人人通通都要进场去买了 因为突然这样子的一个 哎好像三管齐下的这种利多消息 就中国大陆释放这样一兆元 这种三管齐下 带动了这一波的股市飙涨 入股回神还有券商讲说 现在呢就我们刚刚讲的 00后90后 新户排队开户开不完啊 但是老客户有点观望 想说哎呦这实在涨得太凶了 有点好像超乎他们的一个知识 能够理解的范围 反而比较观望一点 那甚至连美股都在很怕错过这个中概股热潮 他们现在开始在疯狂买进什么阿里巴巴呀 什么有在这个美股这边上市的 什么拼多多阿里巴巴 最近也是大幅上涨 中概股表现都非常强劲 那还有昨天还有房市的大利多 在晚上的10点钟开始呢 四大一线城市当中包含上海 广州深圳 就除了北京之外 都发布了楼市新政来回应市场 因为前几天习近平才是讲说 这个房市要稳嘛 所以这个北上广深只缺席了北京 那他们发布了楼市新政 就是说有一些住房的政策 可以比较宽松一点了 比方说像上海 他就是外环地方 哪怕你在上海没有成家立业 你可以开始买上海的房子 以前是不行的 那所以他放宽了这样限购政策 哇这也是一个大利多 很多人说哇11要去看房子了 那你看还有专家讲说 黄金州应该买房量会大增 很多人是临时改了行程 就说那赶快趁这一波去看房 不然搞不好就要涨上去了 那还有呢这个路股也因此 就是户指我们刚刚提到 上了三千两百点 还有机票升等的消息 因为黄金州假期嘛 很多人才秀出来截图说 升仓成功啊 因为这个原本是要穷游的 现在想不到 手头这么的阔挫起来了 那还有人请了两天休十天 十一长假其实是从明天开始 但是就是今天如果你请了假 然后再加上个星期也请了假的话 所以现在看起来热情很多 旅游也很畅旺 整个在十一要大爆发出来了 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 这个真正的经济数字不能看这个 因为前一阵子 新冠军解开旅游也一大堆啊 所以重点不是旅游啦 重点是消费才有没有真的增加啦 因为中国大陆的消费信心 最近这两三个月都非常低啦 消费信心不能表现在旅游啦 那是最表面的啦 真正的是我们说中高价格的消费才 有没有人在买啦 比如说我举例啦 比如说今天大家赚钱赚爽啦 今天涨了3300多点 那就有人在网络上贴啊 说去酒店8点以后都包不到 那这有意义吗 这有意义吗 而且股市没有人这样涨的啦 你涨一个礼拜多 然后涨了20% 因为我们股市的定义就是 20%就是牛市嘛 跌20%就是熊市嘛 所以你说这样就进牛市啊 那如果那么简单 那经济好搞多了 知道我跟你讲 真正要看的是经济指标啦 就是说 我觉得他的决策者有这种思考 我也可以理解啦 就是你一定要让大家觉得 金融资产有成长的空间 以前是房市嘛 那现在是股市嘛 那以前你就是觉得你买房 你房子会涨 比如说你买200万 那现在可能就涨到250万 所以买一两万的东西 你就花得起啊 你有那个信心啊 所以你就敢买东西 或者说你敢投资 这个叫做信心 现在中国大陆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消费信心 还有民营企业的投资的信心 太低了 他也想不出别的方法 所以他就想说 现在房市要提振 实在是太难了 那我就来拉股市吧 就让你有一个股市金融资产的 上升的空间 那你股市比如说你赚了20万 那晚上花个一万吃饭 这算什么 可是这个人不能持久 没人知道啊 所以最终还是要看 11之后 那消费市场是不是真的起来 那到银行的信用贷款 是不是真的增加 那失业率是不是真的降低 你要这样看才准啊 所以我坦白说 你现在问我我不知道 我只能够说月底我才知道 10月底 好 来问一下季老师 当然他这个是用这个 财税手段来这个刺激景气 那当然它不是一种根本性的 你这个经济 第一个你的 你的这个经济本身的主体 要很好 还有就是说 中国大陆其实 一个比较不合理的现象 就是储蓄率那么高 可是买气这么差 就变成就是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变成信心 为什么会跟它的储蓄率 会成反 也不是成反比 没有成一个正比 所以你储蓄高 对 大家不消费到底什么原因 这个其实是比较深究的 我认为应该还是要去看 它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说 你知道就是说 现在美国为首 基本上是在遏制中国的经济成长 这个也不卖你 那个也不给你卖 这些东西 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突破点 或者有重大突破 这个会很重要 那第二个的话 就变成就是说 大陆事实上 现在也有比较大的一些 就业困难的问题 因为你很多服务业 比如说 你餐厅导话 他原来聘雇员工 就得重新找事情 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就业率怎么样 能够维持平稳 然后有增长 也是很重要 那还有就是说 其实像西方国家 说实话 很多这种 老牌的这些发达国家 他们事实上的话 老百姓事实上 并没有很高的储蓄率 可是呢 他们生活品质 也不会被牺牲掉 还是照样消费 这回过头来是什么 回过头来就是说 他的社会安全保障制度 比较好 比如说他的这个 这个怎么讲呢 第一个 你的这个好 医疗表鉴 是不是全民健保 像日本就是啊 像欧美国家 很多都是 欧洲国家是这样 美国就不是 欧洲国家很多就 还有你教育 是不是 那个公立的教育 还是你的教育的主力 小孩子不必花太多的钱 去花那个教育 这些都是还是长期的 那现在这些 都是一些比较短期的 当然效果很好啦 是不是能持续啊 还是有待观察 好来请教赖老师 我觉得大陆前段时间 是在做打底的工作 所以对于股市的 这些上市的企业 的审计制度 审计制度 他们进行了清查 而且抓了很多人 然后对于这些问责制度 也建立得比较彻底一点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 是先把底做一个摸清 摸完清了以后 我们现在看到了 就是他们开始点火了 那这次的点火 看起来很明显的就成功了 也就是说 他们一点火的时候 也就是政府开始一点火 我们看到股市开始往上冲 那过去这几年来 通常股市已经很热的 这些国家 它在往上走的空间 其实就不大了 例如说美国的股市 已经热成热了这么多年 还有多少空间 日本还有多少空间 印度还有多少 我觉得这个已经上升的空间 并不大的这一些股市 很多的基金 他们就会去思考 中国大陆的股市 是不是被低估了 那目前来讲 点火成功的 这一烧的一个礼拜 然后涨的幅度这么大的话 我觉得会有很多热钱 开始涌进来 那当热钱开始再涌进来 我觉得大陆的这一波股市 的反弹的力道 当然就会让久违了的这种感情 就是被点火了 那很多人就头脑一定会发热 就觉得说不抢这一波 实在是太可惜了 所以很多的年轻人 就是说原来薪水也这么一点 然后存款也这么一点 他们就赶快开户了 因为总算能抢一笔赚一笔 能够赚个二三十趴 甚至五十趴都有可能 就开始买进 但是我觉得股市目前来讲 你看他们的信心 其实是基本上来讲 是七上八下的 为什么 你从一些网民的 股民的繁益里面可以看出来 例如说就有股民说 我们是不是十一就不要修长假了 让股市继续开盘 这叫什么 这叫做有担心 也就是怕这股热冷下来 那他们怕说上去了好不容易 又冷了又没了 那因此可以感受到 就是说他们的这种信心 一方面头脑发热 二方面带有恐惧 其实这个是在股票 在上涨的时候 我们最容易看到了 一方面极端的发热 一方面极端的恐惧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那就看最后谁赢谁输 如果继续发热 那就一直烧上去了 是啊 好